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瑟在他身边的时候 他是一个特别疼爱这个孩子 什么好处都想给他 可是照着雅各的那个爱孩子的方式 并没有带来很好的结果 他给他很好的 他给他特别多的爱 哥哥们都知道爸爸偏心他 他给他彩衣 哥哥们看到那个彩衣就生气 因为爸爸偏心 所以雅各用自己的方法去爱他的孩子 并没有给约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只是让他成为别人的剑拔 成为别人讨厌的对象 成为别人嫉妒的对象 可是上帝把约瑟带回到他自己的路上去 上帝说你管不好来我来 上帝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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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磨练约瑟 为什么要被磨练 因为在爸爸的身边 爸爸保护的太厉害了 所以他的生命里面是毫无雕琢的 而上帝用他的方法去训练这个孩子 以至于这个孩子在上帝的手中 成为一个可以被托付 可以被使用 长大的 成熟的 又智慧的一个人 你也为你的孩子很忧心吗 我感觉我在预备这一集的时候 特别觉得要为一些父母亲来祷告 你为你的孩子很忧心 你用你尽你所能的 想把最好的给孩子 可是孩子的表现让你觉得说 我这样做对他真的好吗 我这么用心地为他 为什么孩子现在变成这样 要不要像雅各一样 放手吧 放手交还给神 放手交还给神 在上帝的手中 上帝知道什么是对你的孩子最好的 让上帝带着他进入一个训练的计划里面 上帝对你的孩子有荣耀的计划 我们来祷告好吗 求主使恩主耶稣 为很多忧心的爸爸妈妈来祷告 主啊 这些父母亲看到这一集的恩典365 绝不是偶然的 求你向他们的心说话 让他们知道 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想把最好的给孩子 但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 交在上帝的手中 你知道什么是对孩子最好的 而且你知道多重的压力 不会把孩子压坏 多重的压力 会让他的生命成为丰盛的生命 主啊 求你帮助爸爸妈妈肯放手交给神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而在雅各的身上 你会发现 他自己也给孩子那些很好的榜样 雅各年老的时候跟约瑟说 在这里 在埃及过得很好 因为在这里享受一些荣华富贵 因为我的儿子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 他享受非常多的丰富 但是他说 他说你要将我带回埃及 有一天我死了 你不要把我葬在这里 你要把我带回到 离开这个埃及 然后呢 到什么地方 到迦南地 到那个神给我的应许之地 他说 那个地方要把我安葬在哪里 雅各给他的孩子们 一个很好的榜样 埃及再好 他在乎的是神的应许 不要被你现在 所拥有的这些很安逸 很舒适 很享受的环境 使得你的心 失去了神对你生命的命定 回到神对你生命的命定里 那才是你的应许之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